寒朱书院 藏书楼 果然不出所料 便会结束之后 头两天有很多人来借书 而且都是借月朱熙的各种著作 但从第三天开始 看书的诗声日渐变少 五天之后 仅剩寥寥促人而已 小心将朱子与泪归还 刘子仁收好抄写的内容 抱拳说道 朱未同窗 我就先走了 今日家中收获番薯 红薯 我还要赶去田间老作 既有农物 便不可耽搁 赵汉也放下书本说 正好闲得无事 我也下山去帮忙吧 刘子仁连连推辞 不必 不必 赵汉想要更多的接触农民 自然先的学会干农活 否则根本无法真正沟通 在赵汉的强烈要求下 刘子仁只能带他去地里干活 二人结伴离开 费如仪不愿独自看书 将孟希笔坛退还就走了 无论哪家的藏书楼 都不允许书籍外界 你要么在藏书阁中阅读 要么就把书的内容抄走 赵汉边走边问 今年的番薯收成如何 刘子仁详细解释道 去年开始是种 今年方知其幸 听人说 番薯必须翻藤控旺 否则的话 薯藤尝得越好 番薯就结得越差 去年不是此礼 只是蒙头乱种 或许今年能够丰收 原来如此 果真树叶有专攻 赵汉还真没接触过农事 红薯传入中国 是在万历二十一年 福建秀才陈振龙 在菲律宾做生意时 贿赂土著获得薯藤 又将薯藤绞入积水绳 避开西班牙殖民者的检查 这才把红薯藤带回福建插仔 同年 又有几个商人 从日本带回薯藤 在浙江普陀山的四田里种植 三十年过去 由于地方官的推广 红薯已经遍布福建 广东 浙江那边 则传播比较慢 旨在将这地区小范围种植 江西家在这三个省中间 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从广东传入的红薯 如今已遍及干南地区 前些年 又从福建传到千山县 几乎一年传一个镇 老百姓争相种植 有些农户靠卖蜀藤大赚一笔 刘子仁家里种的红薯 就是去临镇购买薯藤回来插灾的 两人结伴下山 很快就抵达目的地 刘子仁跟徐颖家里一样 也有几亩丝田 但还不够养活家人 于是又电耕学田 在两次相试落榜之后 他亲自下田耕地的时间越来越多 这便是我家电耕的学田 刘子仁指着前方说 地里已经有人在劳作 是刘子仁的父母 妻子 弟弟和弟媳 就连刘子仁六岁的儿子 三岁的女儿 也在帮忙捡食被遗漏的红薯 赵汉过去认识其家人 一番坚持之后 终于倦起裤腿 挽起袖子帮忙 锄头数量不够 赵汉没机会挖土 刘子仁说道 薯藤还有少许嫩叶 可以摘来做菜 老藤也不能丢弃 可以喂养家禽家畜 有养猪户专门在镇口收购 贤弟若遇劳作 便去采摘嫩叶吧 赵汉从善如流 蹲在地里采摘薯叶 红薯的嫩叶确实可以做菜 但早就过了季节 无论赵汉怎么挑选 都只找到少许鲜嫩可口的 扭头看去 刘母已经采摘一篮子 多是那种难以下淹的老叶 估计接下来好几天 刘家都会以薯叶为生 顶多加点杂粮 糙米一起煮粥 而刘子仁堂堂秀才 此刻正大力挥舞锄头 将一颗颗红薯从地里挖出来 虽然获得费事资助 但刘子仁没考上领生 更没考上举人老爷 随着年岁增长 获得的资助越来越少 若是明年还考不上举人 就只能在藏书楼免费看书了 其他资助项目都会被取消 刘子仁越挖越兴奋 欣喜到 翻腾空旺之后 这番薯果然结得更好 至少比去年增加两三成收获 恭喜 恭喜 今年丰收已 赵汉笑着说 我叫刘兄一个法子 可以将番薯切成条 在晾晒烘烤成薯干出售 如此能卖得更多银钱 此言可真 刘子仁高兴道 赵汉笑着说 刘兄若是不幸 可先少量做成薯干 拿去镇上试着卖卖 那便试试 刘子仁笑道 转眼间 红薯已经挖满两筐 刘子仁的弟弟立即挑走 赵汉连忙去捡起锄头 让刘子仁叫他挖土的诀窍 挖了一阵 腰酸背痛 这玩意而比练武还累人 赵汉只能咬牙坚持 问道 刘兄 你家的田租如何 刘子仁解释说 现在还好 我考上秀才之后 就请求山长垫耕了学田 学田的租子要少些 另外还给人垫了几亩丝田 丝田的租子可就高了 还要看田地的好坏 上上田每年交租两时以上 下下田最少也得交租一时 赵汉又去问刘父 想知道更普遍的数据 很快得知 田租高低 全看地主是否仁义 田租并不按比例收取 而是根据田地好坏 事先就定下具体数额 丰年还好 灾年特别艰难 只能硬着头皮拖欠租子 经常有人因为欠租卖人卖女 非但如此 由于天灾越来越频繁 地主们开始提前收租 店更可以 先交些租子上来做定金 人义的地主 田租约为收入的三成 一般的地主 田租约为收入的四成 贪婪的地主 田租在收入的五成以上 而且 几乎所有地主 都是大豆进 小豆出 即 借给农民粮食 用小豆来装盛 收租的时候则用大豆 就算地主仁慈 家奴也会耍诈 没有太大区别 当然 想要掌握更详细的数据 赵汉还得走访更多农民 最好是写成一篇农民调查报告 半下午 刘子仁把妻子叫到一边 让他赶紧回家煮饭 低声叮嘱到 煮粥的时候 不要只放番薯叶 多放两个番薯进去 我省得 妻子李氏点头 见李氏突然收工 赵汉立即扔下锄头 抱拳笑道 刘兄 我还有书要看 就不帮你挖番薯了 明日再会 刘子仁又是尴尬又是感动 这 这怎好意思 要不吃了饭再上山吧 吃了饭再回书院 天色早就黑透了 你们忙 我走了 赵汉说完就走 根本不给对方挽留的机会 刘子仁目送赵汉上山 心里难受得很 于是继续埋头挖红薯 信部回到宿舍 废如何 废纯都不在 反而是朱之鱼等候许久 楚宇兄 赵汉拱手问候 朱之鱼拱手还礼 递过来一封信 蔡都学给你的 蔡都学走了 赵汉问道 走了 朱之鱼笑道 他来去都不喜惊动旁人 只给费山长留了一封信 赵汉拆开信一看 信只有好几页 全是蔡茂德新写的文章 粗略读完 赵汉感觉没啥意思 或许对心学弟子有用 对自己而言却没什么帮助 朱之鱼见赵汉身上占有泥土 不由问道 贤地耕种去了 长青兄家里收番薯 我去帮忙而已 赵汉说道 朱之鱼叹息道 农事艰苦 我也尝试耕作过 农忙时节干几天就累坏了 赵汉笑着说 阁下出身显贵 自不必做这种卑贱之事 农事怎能言卑贱 天下一等一大事也 朱之鱼立即反驳 神色哀痛道 万历末年 浙江大灾 我亲眼见流明一子而食 你可知世间由此惨是乎 赵汉收起笑容 楚与凶 我就曾为流明 又怎会不知流明事 朱之鱼惊讶道 贤地不是费家子 赵汉解释说 崇祯元年 北基大汉 我的大哥被饿死 姐姐被卖了换粮 父母遭匪贼掠杀 我当时只有十岁 带着六岁的幼妹 游走于灾民之间 什么惨事没有见过 我于费家 可称义子 也可称家奴 把户籍上我的名字勾掉 我就立即变成流明 竟是如此 朱之鱼难以置信 在赵汉接触的人里面 盲春来是坚定的造反者 徐颖是可以培养的造反者 刘子仁是能够吸收的造反者 眼前这个朱之鱼 似乎也可试探一番 赵汉问道 楚宇兄 你尝过挨饿的滋味吗 尝过 有段时间天天吃不饱 朱之鱼答道 每天都能吃饭 你这哪是挨饿 赵汉感觉很好笑 朱之鱼点头说 也对 我那不算挨饿 世身大族的家道中落 跟普通人想象中不一样 朱家最惨的时候 只剩几十个奴仆 因为灾荒 发不起工资 家奴全都跑了 多惨啊 就这样 族亲还来嘲讽 指着他们家说 看 这就是清官之家 真的是清官之家 朱之鱼的曾祖父 死后追赠荣禄代夫 祖父 死后追赠光禄代夫 父亲 死后追赠光禄代夫 上驻国 连续三代都是一品官 而且又身处江南 居然只有几十个家奴 还因天灾而发不起工资 导致家奴跑得惊光 这不是清官是什么 两人结伴去食堂 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聊着聊着 赵汉愈发觉得朱之鱼这名字耳熟 但又实在想不起来哪里听说过 浙江 赵汉灵光一闪 盲问 朱兄家在鱼窑 朱之鱼说道 正是 朱兄的家乡 是否有一条河叫顺水 赵汉追问道 你去过鱼窑 朱之鱼惊讶道 赵汉终于开心地笑起来 没有去过 但听人说起过 朱顺水 赵汉忍道比上十明年 Zoo 风 空